Hello 歡迎各位聽眾朋友回來 今日國際大棋局的第二節 進入節目前,懇請大家按讚、訂閱、按LIKE 口意相傳我們節目 給你的公司同事、同學 然後也可以推介給你的朋友和家人 現時是很需要大家協助的 因為我們頻道正式進入這個虧蝕的狀態 懇請大家有能力的聽眾課金支持一下 亦當然大家支持梁錦祥公室 我老師的頻道 亦在此跟大家說一聲 我們的議台很開心 IT Jacky 與平台方交涉下 目前已經開通了 我們會更加小心 例如音樂、打機時的片段版權問題 雖然我們沒有開過盈利 但是我們也是重視的 接下來我們會花更多時間去做更新 會提供一些娛樂化的節目 在那邊 譬如我回到國內 究竟我吃了什麼 玩了什麼 看了什麼 另外有什麼有趣的地方去過 可能會以短片的形式去拍攝 讓大家看看 希望做到我們一台講時事 評論 然後更正經 二台就是生活資訊 所以二台可能會隨著改革 改一改名 就不叫就這樣二台 可能是改一改 詳情希望大家留意 以及過去支持我們二台 回到第二節 剛才那節就是和大家講了中國 經濟方面的事情 包括我人在國內 我跟一些人見過面 訪談過 說了黃金的股權 利用制度 現在去革新 又說了 現在很出名的投資者 說他有筆錢 在上海匯豐銀行卡住了 拿不到 他之前一年前大力唱好中國經濟 甚至作為一個領頭人 去到呼籲人投資 呼籲很多人在國內 去放膽投資 但是現在連他 遭遇到一件這樣的事 這個情況其實也很大問題 大家可以聽一聽 好了 今次回來 想和大家講一件輕鬆一點的新聞 說的是美食快餐 Subway 坦白說 如果大家都應該很熟悉 基本上你出差的朋友 很多時候你在機場 火車站 在很多地方 你都會看到有的 主要他們是賣一些 好像熱狗一樣 一些特色的包 Subway 我自己都頗喜歡吃的 其實Subway 現在做到全球知名 很多地方都是有 Subway的分店 而且 Subway 好像是一個潮流文化之一 坦白說 我當時未吃過Subway 走過路過 然後我身邊的朋友問 你覺得Subway怎樣 我未吃過 然後 之後去試 那時候第一次 其實我覺得 那些包 是幾貴的 我會覺得 都不便宜 但是 其實認真說 它是幾好吃的 還有 它自由度 是高一點 它將模組化 這個東西 是放進去 它經營模式裡面的 所以 其實我自己是挺欣賞 因為你一般的麵包店 大家吃開的 美心 聖安娜 傳統的麵包店 基本上 它就是 不會有這種的方式 不會有這個配套 而且它的Style 其實很適合那些 年輕人 上班族 OL 而且裡面 亦都倡議健康的食物 叫做 包也好 坦白說 我覺得是幾好 它的噱頭 它那個定位 是做得不錯的 咳 好了 那Subway 就公佈了 它有意賣盤 然後 立即 消息引來 這個高盛集團 高問Z 投資管理部 立即有意 表明了 有機會收購 另外還有其他的 即是叫做投行 都有興趣去 購入它 那Subway 其實現在 是發展到世界之名 它整個東西 其實市值 大約是值七百多億港幣 即是多少 八零億美金 然後 另外 就是說它現在 營運成本 即是叫做 價劇 然後還有 來自其他對手 那個 商場 戰場上的競爭 是激烈的 所以 他們才想想 不如買它算 但其實 上年 2022年 他們都有增長 增長大約 9.2% 另外 在全球 超過100個國家 和地區 他們擁有 3.7萬間的 Subway 老實說 說一句 Subway 你見到它在疫情 和經濟皮革下 它仍然有增長 雖然增長 坦白說 不算很帥 但是各行各業都是這樣 你見到有些守不住 好像有些國內品牌 無論是打火鍋也好 有些食物 輕食的 都是 頂不住 倒閉連鎖那些 十間 倒閉了百間 那些情況 我想Subway 算是守得不錯 還有Subway 它一直 在這個輕食裡面 是有一個領導的地位 就是 起碼我覺得 它很明確 將一向 和麥當勞 或者Burger King 那些是分開了 它做的那類型的產品 其他的是觸碰不到它 有相當的自癒性 還有它最重要 它的包是可以要半個 其實 坦白說 對女生來說 尤其是包、沙律 是吸引的 所以 其實Subway 我自己對它不抗拒 雖然 我不算很喜歡吃 口味來說 我覺得它OK 但我不是那種上癮 必食不可 走過見都很想吃 又未到那個程度 但是 我覺得 整個品牌 整個方向 定位是不錯的 亦都很少見 你看看 高盛 它一說買 馬上在市場上 馬上有人出來舉手 其實這件事證明 是這個品牌 那個品牌的吸引力 因為 反過來你看看 好像其他很出名 知名的內衣品牌也好 或者其他行業的品牌 當它頂不住面對疫情 或者財困 其實很少會立即 有些大的投行 立即出來說 我買 好少做這個動作 因為為什麼呢 你現在這樣的話 立即這樣表達的話 你競爭對手 都會醒 正如當年 大家不知道 中國電訊 當時有很多投行 投電訊 聯通這些 當時 就是大型投行 一拉投籃 全世界 包括新加坡的資本 各個各一段時間 都打算湧過去中國 就是做這個3G 做這個電訊市場 裡面分一杯筋 接著全球 那些其他投行 又投賣下去的 電腦公司 做伺服器 做電腦工程 其實是好像一個現象 一個旋風級的現象 希望 即是Subway 怎樣也好 我覺得就算它不賣盤 它也不至於頂不住品牌 接著倒閉 我覺得它不會 但是如果真的買得成 希望這個品牌延續下去 一直一百年後 二百年後 就好像可樂可樂 那樣 可以像麥當勞一樣 都會長期看到 還有Subway 比較沒有那麼 即是沒有那個 強烈的美國文化 麥當勞 那些Burger King 你聽過的名字 都知道 喂 美老爺 那麼Subway 它是沒有 即是被人沒有那種 負面印象 那好吧 那講第二宗 第二宗 就是 都是要講回 這個名媛 遇害安 即是這位蔡小姐 其實現在越揭越多 首先 昨天說了 這個藝人的經歷人 前工作人員 陷入其中 原來涉嫌幫前夫 兒子 來偷渡 今天好像被他保釋 但是也越揭越多 原來 那個爸爸 這位抗老先生 原來是那時候 他已經拿著這個 加多利豪宅 但是他也順利 買到居號回來 然後今天揭發 又說政府監管不足 也有很大的蝙蝠 其實這是一個漏洞 其實香港的居屋 居者尤其屋 原意 澳門居屋 叫做經濟房屋 是經屋的 其實你居屋也好 經屋也好 原意就是 原先是住在公屋裡 那些階層透過時代進步 子女的成長 環境的改變 當你擁有更多資產的時候 不如你把原有的公屋 退出來 給社會上有需要的一群 然後你買一間屬於自己的樓 而政府 就去跟發展商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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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以前的人 你做什麼事都是灰色地帶的 那你說 有沒有人多重持有政府的樓 以前都揭發過有的 現在開始 香港澳門政府 都是改改制制度 香港應該會將來更嚴厲做審查 甚至乎你交表格 譬如你交表格的時候 錄表那些 就會更加詳細要你做聲明 不要同時間持有其他 我覺得你執政了 又沒有說口緣不好 但你說這件事 打工一族的 做政府工那些 尤其是這些相關的 就無端端又揭發那件事上心 飛來環禍 澳門政府可以交給澳門主持 政府的經濟房屋 現在 即是2021年開始 你買了之後 要鎖死了十幾年 也不能賣 也不能轉售 也不能租給別人 一定要自己住十幾年 之後你賣出來 也不會以一個通脹價錢 是以你十幾年前的價錢給你回頭 再給予有需要的人 其實澳門的經濟房屋 即居屋 我覺得制度過度嚴厲了 交給相關主持 到時在澳門節目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支持澳門的特別節目 主持人都很努力去做的 很努力去做資料搜集 以及做一個評論 希望大家大力支持我們其他主持的節目 接著說回 這個罪犯家族 一門三結 前夫這個兒子又被揭發了 原來在公開場合 電影的首領禮 就是跟我們兩位的一哥 說的是警隊 當然是有蕭寨儀 另外還有前一任最厲害的人是鄧sir 我是偶像鄧炳強 還有其他政府高官 發現原來他出席這個公開場合 但那段時間 其實他的身份 就是一名棄保潛逃的犯人 正式來說 接著現在就在這裏野餘 政府部門 甚至乎開始 對他們來說戒飛流還禍 例如無緣無故捉住鄧sir 你不知道我的通室法在這裏嗎 坦白說一句 均真一點 其實 在未發生這件事之前 這個名媛遇害案之前 我絕對相信 其實是有鬼人認識他 雖然他做了那麼多 叫做不好的事 但是他關注到可能沒什麼人提 可能有機會 被人擺上那些可能是 同性戀論壇 高等論壇 可能吵了兩句 但你說未去到 那個知名度 是大得那麼厲害 現在出事之後 你又說回多久之前 在哪個場合 剛好原來鄧sir出現過 其實我持平一點說 真的不是說要幫鄧sir 其實這個案例就好像 譬如你身處那棟樓 無論是辦公室還是住宅 你的樓上樓下不知哪一層 原來那天 有個可能是犯人 重犯在場 那你不知的嘛 就算 如果你在這種情況 你不會感應到 對呀 下面五樓有個犯人 我立即去拘捕他 立即去報警 你不知的嘛 如果有鄧sir 那些 這樣的級數 坦白說 他是一哥來的嘛 不只是警隊的一哥 保安局局長 香港的一哥來的嘛 結果呢 你怎會因為這種情況 其中一個犯人 你會知道呀 就算莫說他 可能他身邊的助手 他秘書呀 他的助理呀 都未必知道呀 是不是呀 因為他那個隱身有屎 他是犯人 而他是聰明才智 他怎麽敢說 單挑我們鄧sir 如果他在他面前叫囂 他不怕死呀 鄧sir呀 單手掌上下呀 不是那麼開玩笑的呀 你看看他的樣子 之前 剛剛那時候 一上任做一哥 未升做這個 局長之前 即是處長之前 保安局局長 那時候 你有沒有記得 有個畫面 他穿了整套PDU的裝備 親自帶隊去掃場 去掃人 掃人家暴 自己 戴著防護 保護的規格 自己戴著頭盔 自己拿著警棍 拿著防護盾 走去前面帶隊 去掃場 然後呢 我認為應該不是做掃場的 因為那時候的報道 有些警員的自然反應是他們呆了 然後馬上敬禮 可能沒想過 大哥一哥 一哥這樣帶隊掃場 也不是做一哥的事 你看韓戰 郭富城怎麼會這麼瘋 就是帶隊掃場 但是因為劇情的需要 所以原來郭富城 不只帶隊掃場 還要帶隊 去圍恐怖分子 所以韓戰三 如果要拍 應該 郭富城就不好演了 真的不好演了 他簡直是鄧sir去做 做郭富城的位置 然後就 倒破了郭富城的陰謀 然後成為新一任的警務署長 然後 韓戰三就是警務署長的 憤喜 然後說他如何一步一步努力 倒破陰謀 國際大毒梟 罪犯 最好是把以前 飛虎 陳家上那套 我很喜歡的張sir 周sir 還有黃敏德 他們那個年代 應該是95、96年 飛虎是說的要打什麼 打美國特種部隊 Lafinsell海炮特種部隊 變了一截 變了一截的海炮部隊 變成毒梟 然後 周sir 黃敏德 要走去找他們 雙方就駁火 最後就飛虎隊大鑊旋盛 其實這一套 如果你把鄧sir放進去 嘩 行啊 不是開玩笑 亦都這麼說 其實你說這些環境 其實有一個單位 不好意思 因為氣管不是很好 其實有一個單位 可能你要先炸他型 不是炸鄧sir型 主辦單位 你怎麼擺人進來的 原來那個人 是來貴賓 因為相傳 現在遇害這位名媛 他就包場 然後他是很贊助的 然後你不用檢查他旁邊的司機 跟他一齊來的那些人的身份 你不會登記的 那你就讓他入場了 那這個應該要先炸主辦方型 事實上 你對主辦方來說 這個不是什麼的 一些非常重要的 有貴重物品的場合呢 一般來說 都免得下個登記這麼深嚴 所以其實大家呢 我覺得 有時候有些事情 譬如不喜歡現在的政府 不喜歡現在的警察 但也要講一講道理 不是叫做 一有機會入他 一有機會吹他 其實我自己呢 就覺得鄧sir 有時候越看越覺得他很可愛 而且整群人都站在一起 他站出來的 他的樣子 他真的像個警察 然後你看看其他高官 你看看現任一哥 反而沒有他那麼帥 我覺得鄧sir又有表面肉 其實他可以出來 拍下YouTube也好 拍小紅書也好 試一下吧 也都講到 其實現在大家都看到名媛 這位名媛蔡天鳳 在他身前 他在國內 一個很有名的Apps 叫小紅書 他經常都有分享 譬如他買了一個新的手袋 買了什麼新的化妝品 裝飾品他會拍上來分享 譬如他去看時裝show 他登了 這個他最喜歡的品牌 其實就是chanel 然後就說 買了一輩子chanel 然後價錢升得那麼厲害 還比股票還快 那些人現在 走去關注他 其實他的粉絲 是由不足一萬人 現在已經因為這件事 遇害案 升到五萬多了 即是跟一些很著名的藝術家一樣 過身 那些人才留意 然後那些人 很可惜 叫做 這麼年輕 剛巧 其實早前而已 早前流了一句 這麼不吉利的說話 其實這樣看 是呀 他留的時候 沒有發生這件事 沒有發生這件事 然後呢 其實這件案 我看怕 應該越揭越多 還有呢 其實現在 即是到現在也是 他們一家 應該都是採取一個 不合作的態度 那你新的那些 譬如捉了藝人的前助手 其實這人呢 我想他應該的詳情 未知很多 但到一旦 譬如他爸爸 這位礦佬 的情婦 即是這個任職 這個 即是叫夜店式 夜店場所 那位的 姐姐仔 其實應該他 知情多些 因為他應該之前呢 是有配合 幫他的兒子去潛逃 租地方 那些 其實他應該是知內情的 那看看可不可以 由這位的 即是他爸爸的情人 入手 另外 他媽媽來算 怎會不知道呢 但問題 即是他知道 不過他不說 這樣就說 即是可能 都愛夫心切 愛子心切 無論怎樣也好 我覺得 都應該 早日 你當 講真相 講件事出來 起碼給死者 一個安息 一個安樂 因為這件事很慘 好了 也到最後 要講一講 這個Subway Subway說了 就是這個華爾街日報 華爾街日報講開 大家請去訂閱 去支持 我們的合作商 Forts Insight 華爾街日報 兩個都是我們合作伙伴 入我們COSBONE 2022 就可以獲得優惠碼 訂購兩份的傳媒 華爾街日報有一篇報導 就是清晰 這個富港的旅客 要小心 小心什麼 糟糕 就是國安法 然後叫人們 你要小心 看著現在 47人案 以至其他 好像不停抽證 捉回很多 之前那些黃絲黑暴 或者 所有他覺得 和國安 有抵觸 有影響 裏面那些人 其實這件事 報紙 出這些評論 是 很正常的 因為其實 認真說一句 你現在香港的情況 我相信用四個字 有目共睹 其實全世界大家知道 什麼事 是不是 然後呢 而他這邊的評論 現在的楊永雄 就是香港的高官 反對他 說他 是有誤導性的 然後呢 他亦都說 只要你是旅客也好 過來做生意也好 楊永雄說 就算你是遵守法律的話 什麼情況都不會無端端 就中國安法的 然後就說 其實呢 大家要多些來體驗真正的香港 然後 他意思呢 就是華爾街日報 不只是誤導 抹黑 他抹黑這個旅遊城市 很明顯 他就是把國安法 跟香港旅遊 香港的印象 坊間的評價等等 他拉在一起 就是把這個道德高地 和這個 的政治處理 拉在一起來講 這件事呢 我當然不太認同 這個地方 如果沒有這樣的情況 沒有這樣的事 那又何來人家會這麼說話呢 《偉家日報》 都是一份享負聖明 就是很多年 的報紙 那 人家不會無中生有的 不會作些東西出來的 對不對 那《偉家日報》 它也不是一些 沒有體面的報紙 它說很多的國際問題 其實跟BBC那些一樣 是有一個公信利有權威的 那你直戳它 你說它誤導 然後說這個不是香港實際情況 它作的 你擺明說它是作的 然後說它對國安法的論點 毫無理據 說話是 即是吹水 其實在說 現在《偉家日報》 它跟你說就是 根據你幾件事去看 就是有目共睹的 我經常都說過 例如大家看到那些 例如《國安法》 去抓人抓人 譬如一些前議員被拘捕 到現在都困住了 一些可能當時 一些年輕人搞學運的 或者是 一些的 叫做 領袖 又被人 即是叫做 被抓坐牢 到現在 很多的團體解散了 你見到現在甚至乎 智聯會又擺上桌 又重新有誰了 然後你見到 其實各樣東西 這些事其實 沒有必要做 我現在的節目 已經呼籲了有關部門 很多次了 你現在是比任何時間 都適合來大和解 你不要再加深仇恨了 你每次這樣 其實《華爾街日報》 這些擺明是外國的走狗 一定是外國勢力 即是你口中的外國勢力 《華爾街日報》本身 都不是你香港的傳媒 他不跟《蘋果日報》 你扣不到他的旗 收不到他的皮 是不是 你收他的皮 就只會被人吵了兩下 無事都變有事 所以有時候 很希望你 局長 和你同袍 同僚 和香港真正的那幫話事人 當然是李sir 等sir 不用說了 當然是關羽 張飛 王朝 馬安 跟他們說一說 我也相信到現在 其實習大大 他認真 台灣是打爛的 他告訴你 兩會你看到他的態度 可能我們明天說一說 或者容後再說一說 他就開打了 他應該不縮的了 我看這個細節 那開始吧 如果大家有上國內的Apps 你看到 其實抖音那些 開始突然之間 今天 有大量的影片 就是說 要打仗 要全民作出全面防守 全面準備 其實這件事我覺得有點怪的 為什麼你去打人 叫自己的平民作出全面防守呢 什麼事啊大哥 那 這件事 和國內的朋友們 對打仗方面的看法 我可以說一說 和深圳的聽眾們 見到深圳聽眾 他們和他們家人的說法 因為其實國內聽眾的看法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當然也可能有些人覺得 根本對香港和澳門打仗 不會有影響 但我跟大家說 你想也不用想 尤其是香港是很嚴重的 一打仗一開球 香港可能就是 計算台灣之後第二個戰場 不奇怪的 這個我覺得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你問我 怕不怕 要想辦法 將一些香港對我很重要的人 不論是我家人 台長 朗哥 IT Jacky 有辦法 想辦法 摘手就先去澳門 先沽紋 先不要說地方問題 你摘他們過來 首先過不過來了 有些問題 譬如台長 過不過來了 可能有些問題 但是 正常應該是搞定的 就進來 但是你說其次 其實你如果真的打仗的話 香港有事 澳門可以 獨善其心 讀不到 都糟糕的 香港和澳門 大家不要想到 好像二次世界大戰一樣 是不是一定沒事 中立 是不是澳門 又不會經歷炮火 又沒有人在搞心搞死 那時候 新歌韓生 和霍英東 不停運物資 是不是那個年代的事情 我覺得現在不是的 因為為什麼呢 現在澳門拿莊的那個不是葡萄牙 是阿爺 如果拿莊的是葡萄牙 都應該還給了幾分薄面 不讓你葡國總統給面施浪 不會借得那麼厲害 但是現在很糟糕的 另外第二 澳門的地方富強 都 悶了了 所以就 比較麻煩 比較惡搞一些 其實 這一個 我看一下 可能跟澳門的主持 澳門節目的時候 我會說多一點點 因為其實 你看到香港 那個 例如李澤巨 現在遭受到的情況 那蕭先生 昨天的節目就說 擺明是樂里加成片 我認同的 我覺得最近蕭先生 其實我自己看蕭若元先生 燈神蕭先生 最近少了減產的 他少了很多片的 有時候拍他去玩 抱著老虎餵奶 很開心 周圍坐 看東西 喝咖啡 那些片 其實我很開心 我作為他 他的聽眾 他多年聽眾 多年支持者 我是 我看到他這麼享受這個生活 我很開心 而且最近蕭先生 因為他少了片 他做的片質素很高 我認真的 他現在的評論 那個論述水平 其實很高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聽眾 都還會在攻擊 就是說蕭先生 狗翠 他有些東西是高的 最近是整體的 質素提升了 真的 不是開玩笑 蕭先生 他說 你摘句那件事 他說 擺明是樂里加成片 你現在只做一件事 沒得做 你同一時間 其實其他家族的人 譬如你講 何家 何新家族 現在是何超勤 Pansy Pansy是 持續的 Pansy 他們看到這件事 他們都算是世交 升了那麼久 其實對其他人來說 有沒有那個信心文機 我覺得都有 所以你那個 港版國安法 你這樣再燒下去 是對整個香港社會 是沒有好處之餘 他的破壞力 是不容忽視的 你基本上舊那些 真的 那些出來 你說他黃絲鴨布 你說他有思想的人 你打謝了 你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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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輸了 你贏了 你不要罵 有些支持者 很心痛 我知道大家很心痛 我也很心痛 然後罵 說香港人不做事 香港人怎樣 但其實做了些甚麼呢 你叫他們做了些甚麼 你向來都是 有任何的東西 你想搞到革命的效果 但是你不是搞革命 你手上不要說 一支槍一支炮 你連一支矛也沒有 打劍也沒有 你怎麼搞 是吧 你不是逐個逐個被人 打謝你呀 叫他運來坐牢 其實很慘的 我很希望 我真的 我衷心希望 我跟這些人 真是不熟不熟 黃之鋒有幸 以前他還很小 讀書的時候 見過他兩次 有一次是 台長旭敏 然後見過他一次 另一次是 另一個場合 跟政治無關 很搞笑 其他的場合 黃之鋒 當時也是一個小朋友 他喜歡漫畫卡通的東西 見過他兩次 其實我當時也挺欣賞 我覺得這個 這個小朋友是很聰明 很聰明的 雖然我知道他有閱讀障礙 但其實我挺欣賞他 他講話 他出來是有種大將之風的 甚至乎是比其他 你說梁天琦他都有的 那麼 即是他現在的下場 其實他就算出來 他可以再碰任何政治 不能碰的 他出來有公司敢聘請他嗎 沒有的 他出來還可以讀書嗎 都沒有學校敢收他 現在香港哪間大學 敢做這些事 敢去收黃之鋒 讓他讀研究生 不敢了 其實他已經斷送他的前途了 但其實對他來說 我不覺得他收了什麼錢 他只是為了理想而已 這些人是有很多的 有些可能我連名字都不知道 一些莫名的人 例如阿偉之前開電單車的 然後那個位被重判 其實那些人都是用行動表示他的不滿 坦白說一句 這些傷痕 在仍然留得到的香港人 他們會記一輩子的 就算不是香港人 我想我都會記住這些人一輩子的 可能的話真的要做一個和解 不要再這樣去 就是這裏射那裏射 然後《華爾街日報》 你又將它擺上桌子 擺明公開抽 不要了 《華爾街日報》的所作所為 我想仍然在香港做新聞從業的 記者或者是所有相關傳媒工作的朋友 又或者我們很熟悉的 做街頭公民記者的蛋哥也好 每一個人其實現在看到這個局面 都是很害怕很不開心 是 即是你會突然覺得這個城市 如果你是你的小朋友你的子女 他讀新聞系 你根本還沒畢業你已經在害怕了 你已經覺得好像是糟糕 即是只是用糟糕來形容 但以香港來說是一個國際城市 真是的 你想想 那些靚錶出萬年曆 上面一定有三個城市 一個是上海 一個是北京 剩下一個可以代表中國的 是不是深圳 當然不是 那是誰呢 香港 香港永遠都是 全世界有代表性的一個城市 那不要再搞這些事 走去再破壞它 其實這個城市 剩下的那些真香港人 他們是跟這個城市會共存亡 直到永遠亞門的 他們是走不了 經濟上 家裡上 所有情況 你還要港版國安法 燒下去 你想這班人是 喊得到怎樣 即是我不想再看到那些 例如 那些烈士 跳樓 去用武力攻擊那些警員 然後自殺 即是我不想再看到這些事情 就算你說 OK 你不是香港人 你說什麼 喂 你都會有感覺 它和你 其實都是講同一種語言 是吧 其實澳門和香港 他們很接近 樣子很接近 就算你說到深圳 中山 廣州 大家都是南方人 都很接近 沒有特區之前 香港 那些 我想和中山 廣州 那些人都一樣 只不過現在 那些人 就不講 廣東話 或者他們所謂的白話 他們不講的 都說了國語 但是背後 這些人 其實都是同一類 同一脫 同一個群體 我覺得是 尤其是 我見過那些 真是深圳 和廣州的網友 他們都是 可能講的 廣東話 是有一些 他們的口語化 或者是 有一點點不同 但是其實 大家是很懂得 溝通方式的 但是你和那些 北方的人說話 你完全感覺 喂 大哥 大家有一個 甲板有一個 無形的牆壁 你很難去溝通 那 我覺得其實 珍惜一下 珍惜還留在那些人 還有 其實 現在呢 大陸的新移民 就算是 到香港 澳門 跟以前是顯著不同的 以前 香港的新移民 可能都是來自深圳 來自廣東方面 其實他們那幫人呢 由九十年代到現在 那幫人是真香港人來的 那些不是所謂的新移民 但是現在的新移民呢 來到的全部都賺過了 甚至乎很多都不是 南方人 廣州人 廣東的人 都不是的 他可能是各式原因 各人來香港 但是你 感覺到 那個人的說話 大家是否同一個 相近的種族 不跟 不跟 這件事我是很清楚的 所以 我是 其中一個 我經常宣了一件事 我希望 香港 澳門 廣東 大家是沒有解體 就是 這三個地方 大家不應該有解體 那 有些事情 你說 除了政治之外 我相信 還有更加多的是 人性 其實 所以我們永遠 不要做一些 有違背於自己人性的事 不要做一些 是 做出來會令到自己 和 同聲同氣的人 不開心的事 這是我的看法 好了 今天的節目 就來到這裡 好多謝大家 支持我們 希望大家都 努力 點贊 以及去推介 我們節目給別人 也請大家 原諒我今天 就是 剪了幾聲 戲管不是太好 但我都會 用多些時間 繼續做節目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明天見 拜拜 好 今天來到火之神 阿朗哥和鄧偉 煮了一道 是否叫台長的牛扒 台長西亞牛扒 我要介紹一下 這道菜式有甚麼特別之處 第一 單手都可以吃 單手都可以吃 這麼滑的牛扒 今天也沒看到 因為就逐一鹹牛扒 都是 мик弄牛扒 還有 還有 這一味雞 這是牛奶 非常非常滑 完全沒有電粉質 除了這些öl차� 還有麵士湯 這味道真是選是非常非常匪味 大家買看 跟著過來 一定要點ів 台長西蘭和牛扒 多謝大家支持廣告 和支持梁錦晨峰的實驗 和她的節目 多謝大家